大家好,欢迎来到C您好,我们继续学习七到九集的词汇 第一个,崩溃 崩溃是说心情、情绪上不能够承受 比如说我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 我不想再工作了,我经常哭,或者我心情特别的不好 那我可以说我快要崩溃了 好,第二个词,崩带 比如说我的胳膊或者是腿哪里受伤了,流血了 我需要用白色的纱布把它绑起来直写 好,那这个白色的纱布就叫做崩带 好,我可以说我的胳膊破了,用崩带包扎 好了,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词汇 如果你对我们的视频感兴趣,记得点赞或者转发